今天是4月23日,星期五 其實4月份剩下交易天不多 因為下個星期五是職業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下個星期四是職業期指結算日 到下個星期三是職業期指轉創高峰日 即是下個星期二、下個星期一和今日 其實只有三個交易天,是給好和淡去角力 直到現在這分鐘,其實情況都是一半一半 先看今日的指數 先高開95點到28,716 之後全日的高位是28,848 全日的低位是28,597 其實沒有啟示 因為在高位的時間,指數走在12、10天線上 簡單來說,指數暫時是和12、10天線混合在一起 一會兒就升波,一會兒就跌波 其實沒有意思 最關鍵的是什麼呢? 都是向上網第一組移動線,就是50天線 這就是關鍵了 50天線在29,178點 能否公佈是代表短中期後市局的去向 反過來,向下網就是100天平均移動線 大概在28,390點 一旦跌穿了,情況就不太理想了 當然不是代表大市會大跌 但最低限度,再向下網另一個防守性支持 可能要去到28,890點 不論怎樣都好 如果市儲等變,好淡雙方會怎樣部署 其實現在方向性是沒有的 不過先看看美股昨晚的走勢 道指昨晚再跌321點 收在33,815點 納指亦跌131點 收在13,818點 換句話來說 在美股又再出現明顯反覆之下 做淡的可能會稍為加把勁 令到大市又再出現一個反覆 而有少少向下走的形態 事實上,今個月的補幅仍然很小 因為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恆生指數在12月份 暫時還在12日的低位 28,274 升到19日暫時高位29,319 問題在哪裏呢? 市摸上去29,000樓上 成交不配合 是沒有動力 沒有動力 市的上升就一定受虧限 反過來來說 那些市就不需要成交金額 因為有少少零零碎碎的沽額 市已經跌了下去 相對升市的時間 你要資金去推騰訊 或者是美團 要去推友邦 要去推匯漢 這些重磅男酒指數是勝得的 現在明顯見不到這股動力 所以4月份 能不能夠維持一個先低後高 去到期指轉倉和結算呢? 是一半一半的 但我又不擔心市會大跌 大家可以計計數,好嗎? 騰訊的配股集資金額1141億 美團的集資金額超過500億 另外就是安達也超過8億 384和還有昨天的見到 其實這麽多間公司 在市場上 過去這兩三個星期的集資 扣了大概1900億的資金 如果計算美團的30億美金的 零食可換股債券凍結的資金 差不多2100多億 如果有2000多億的資金 在這個範疇裏面 是捆了在這裏 市的確確是失了一些動力 因為基金餵飽了 你也會觀望的 但細心想想 基金能夠接得這麼大首貨 你問一下 它是看好還是看淡呢? 如果看淡當然不會接 接1億9千萬股騰訊來看淡 我想不會 反過來一定是有個中線的部署 不過事實上整個市 暫時可以處於一個中期調整之中 所以是給少許耐性 我覺得由2月18日開始的中期調整 到今天來說 差不多去到第9和第10個星期 或者都會稍為伸延 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 但肯定一件事 相關的配售行動 對港股來說短期或者會有影響 中期來說 我覺得英國的效益是正面的 好了 早期分析就講到這裡